男人在一处废弃的房子旁 发现林中垃圾堆里有一台70年代的林肯大陆 皮克发现引擎盖上的车标已经缺失 同时机盖锈时较为严重 另外还在车尾处发现了一台极为经典的梅赛德斯 只见这台奔驰保存的极为完好 不过从门上的缝隙能看见 车内早已结满了珠网 显然荒废的年头也不短了 同时旁边还有一台沃尔沃的旅行车 只是从机舱的状况不难看出 此车已无太大修复价值了 打开车门能发现 车内同样布满了灰尘与珠网 同时整个地板也已经腐烂 显然此车也只能继续当废品留在此地了 现在皮克在纠结的是 选择这台经典的奔驰 还是前面这台同样经典的林肯大陆 这两台车的车况相差不大 都有不同程度的秀世迹象 不过很快皮克心里就有了定夺 因为谁也无法拒绝 这样一台外型酷似游轮的美系老爷车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70年代的林肯大陆粉丝群体较多 在老爷车圈是属于香魔魔一般的存在 到时候极为容易出手 不过就在皮克准备查看车内状况时 却发现车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 另外由于荒废在户外多年 导致车窗玻璃上有厚厚的污垢 皮克一时也不知车内现在是啥情况 这可急坏了皮克 同时皮克发现车顶皮革也已老化开裂 上面并长有绿油油的台鞋 现在选择拯救眼前这台林肯大陆 绝对如开盲盒一般 既然确定了这台林肯大陆 皮克也没再多想 开始制定拖车救援路线 有了规划后 就开始清理周围的垃圾 因为皮克不想再救援这台林肯大陆的同时 再让这台受尽岁月洗礼的老爷车 受到第二次伤害 从这里也能看出 周围这些堆积的杂物 也如这台林肯大陆一般 在此地荒废了无数岁月 最终经过半小时的整理后 终是将车身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 随后才赶紧将自己的工具车开了过来 皮克准备用车上的脚盘将林肯大陆给拖出来 这样便于直接拉上板车 说干就干皮克直接将车头的牵引绳拉了出来 再钻入车底将其固定好 接下来皮克开始操控脚盘 防缓拉动林肯大陆的车身 随着脚盘的不断发裂 林肯大陆的车身已经动了起来 但显然林肯的刹车系统并未适合 几个车胎完全处于BOSS状态 丝毫没有转动的迹象 由于车轮未曾转动导致将地面的各种垃圾 也一同随着林肯大陆的车身给拉了出来 当拉出停放地后 才将工具收拾起来放入车内 因为皮克觉得脚盘的工作效率太低了 准备直接换上动力绳 将林肯大陆拉到开扣的地理 随着一脚油门的踩起 林肯大陆的车身快速移动了起来 不得不承认 这工作效率确实要比脚盘高出很多 现在这个较为宽敞的场地 就便于板车的装车了 第二天一大早 皮克就拖着板车再次来到起立 将车找好角度后 就开始将板车给放了下来 然后第一时间将缆绳固定在林肯大陆底盘下 这里由于林肯大陆的车胎卡死 皮克只能尝试将板车 尽量伸进林肯大陆底盘下方 以此来抬高林肯车身 这样能减轻救援难度 最终连带着将地上的落叶也一同给拉上了板车 皮克尝试将底盘下的垃圾取出 然而却被林肯大陆给压得死死了 只能拿出千斤顶将车身尽量抬高 这样才让得底盘下的木板有了松动 皮克眼疾手快赶紧将木板给取出来 然后才再次将车身抬高 将板车上的泥土落叶用铲子清理干净 因为这玩意要是带上落 绝对会成为警察叔叔的重点照顾对象 大致清理后 皮克又开始拆卸车尾的排气口 经过一阵反复折腾 才顺利将排气管道给拆了下来 剩下的工作就简单很多了 将板车上的林肯车身摆正 然后再适当进行加固一番即可 那么这台荒废多年的林肯大陆 拯救工作就彻底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该开启返程之旅了 经过大半天的赶路 总算是将这台荒废多年的林肯大陆给拖了回来 回到院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车来的大清洗 将车身上荒废多年留下的污垢冲洗 当第二天起床才发现外面已是白血癌 显然在室外进行检修是不可能了 只能将车身覆盖的白血简单处理 转移到室内进行检修 这里有脚盘的加入 让得泻车变得轻松了许多 没费啥功夫就将林肯大陆给拉进了车间 待车身白血融化后 皮克第一时间用举升机将林肯大陆抬高 现在能看到整个底盘也升满了锈板 这种情况就是常年处在潮湿环境中造成的 另外车胎也已完全塌陷变形 唯一的好消息是 轮毂并未被卡死 当检查底盘时皮克发现 散热器支架已被铁锈严重腐蚀 显然是不能再次利用了 得将其拆除更换掉才行 同时皮克经过检查发现 这应该是一台77到79款的林肯大陆 只是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 这到底是林肯大陆460还是400 随后在检查发动机皮带时可以看到 由于荒废多年 导致发动机皮带已老化极为严重 能否转动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底盘下的机油滤芯也是同样如此 入眼所见之处均是不同程度的锈板 另外在检查时还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地板上已被锈饰出了一个极大的孔洞 很难想象这台林肯大陆到底荒废了多少年 才会造成如此惨烈的锈饰 当来到车尾时也发现油箱也有泄漏的迹象 同样也因为锈饰的原因 导致油箱固定支架随时都有脱落的可能 这也亏得皮克救援及时 不然再荒废个两三年时间 这台经典的林肯大陆绝对会变成一堆废铁 查看完底盘状况后 皮克将林肯大陆放下了举生机 然后开始尝试将车窗玻璃打开 这里由于没有这台林肯大陆的车钥匙 只能采用一些非常规方式来完成 可经过一番折腾下来 还是未能将车门成功打开 于是皮克再次拿出一根绳子 快速打上绳结 然后再将打上的绳结固定在车门锁杆上 最终经过一番努力 皮克才成功将多年未曾打开的车门打开了 顿时车内一股浓烈的气息扑面来 让得皮克脑回路直冲天灵盖 适应了几秒钟后 才再次靠近驾驶室 只见主驾座椅上有杰瑞留下的痕迹 同时车门也满是梅菌与珠网 显然后期车内的整备绝对是一个大工程 由于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确定机舱状况 所以驾驶室内皮克暂时没有精力整备 拿着钳子就开始释放引擎盖 经过一阵连拉带吹响 总算是让紧闭的引擎盖有了松动 然后才趁此机会 一鼓作气将引擎盖给打开 从这里也能看到 打开这引擎盖是何等困难 要是没有一双麒麟臂 简直是万万无法做到的 同样打开后的引擎盖也是让人无法想象的 只见机盖内也有杰瑞生活的痕迹 不过万幸的是 机舱内并未受到杰瑞太大的祸害 在检查机舱时 皮克发现发动机上的标签显示 这是一台460系列的发动机 这让皮克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随后就是化油器的检查 将锈时严重的空虑打开 发现里面的化油器成色还算上加 当来到机舱垫屏处时就没那么幸运了 不过这也在皮克的意料之中 看着机舱内满是锈块与泥土 皮克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 只能先将机舱内的清洁做了再说 于是拿出吸尘器 开始将各个角落的泥沙锈块吸走 花费大半个小时才将机舱内整备出来 机舱内也是足足打扫出了大半桶垃圾 随后就进入了正式的检修环节了 开始给每个车胎加气 看这些车胎还能否继续使用 另皮克没想到的是 每个车胎进还能加气 但是否漏气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来到机舱检查化油器连杆 发现虽然荒废多年 但化油器连杆依然还能正常使用 同时检查动力转向液时 发现里面同样还有少量的动力转向液存在 接下来就是散热水箱 打开盖子后发现里面早已干涸 随后就是凉油齿的检查 从尺间不难看出 同样有机油的存在 只是从颜色来看显然无法继续使用了 最令人惊喜的是刹车油壶 只见将盖子打开后 里面还有充足的刹车油存在 得出机舱结论后就是对症下药 先是将机舱内的散热水箱取出 一同取下的还有发动机风扇护照 这是方便一会测试发动机的运转 经过检查皮克发现发动机并未被卡死 这对于现在的皮克而言 绝对是在这台林肯大陆上遇到最开心的事情 随着皮带的转动 将皮带轮上的锈块也一再落了下来 竟然确定发动机并未卡死后 皮克赶紧将原车的电瓶拆了下来 第一时间接上新电瓶开始尝试 机舱内的发动机竟奇迹般运转了起 可就是无法成功启动 皮特猜测 问题应该出在了点火线圈与分电器上 可经过查看点火装置 并未找到问题根源 那么问题就出在了这些线树上 于是皮克拿出新的线树连接上 同时还连接了一个燃油瓶 为了启动方式更加便捷 更是直接用上了触发启动器 当按下按钮的顺利 发动机顿时就有了反应 眼见有戏 皮克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启动尝试 最终机舱内的大心脏直接复复了 并发出了雄厚的咆哮声 可这次发动机运行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有了经验的皮克再次启动就简单取冻 还有当发动机启动后 能看见前面的灯罩缓缓地开始关门 这绝对是将仪式感给拉满了 另外随着发动机的熄火 灯罩再次缓缓地打开 只能说这样的玉皇大帝谁不喜欢呢 当皮克再次将发动机启动后 发动机皮带终究还是没能坚持 直接在运转时断裂开 皮克赶紧将火熄掉 将断开的皮带取了出来 现在发动机能正常运行后 就该将里面存留多年的机油排出来了 因为常年荒废 导致机油中的添加剂和润滑成分会逐渐降解 无法有效减少发动机部件的摩擦和磨锁 一同拆下的还有前面检查的机油滤芯 这里还顺带将底盘下老化的燃油管 给一同拔了下来 这里可不是皮克首痒 而是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油路 让皮克更为吃惊的就是这燃油箱 只见拆下的油箱已被铁锈完全腐蚀 只能宣布这个燃油箱是彻底报废了 所以这也是 前面为何始终不能启动发动机的原因所在了 油箱内空空如也 要是能将发动机启动 那才奇了个怪了 随后的工作就是为再次上路做准备 只见前面加满器的车胎已经再次发现下去 只能将这些车胎拆除更换掉 到时候再寻找新的车胎装上即可 车内的清洁由于皮克准备出去采购配件 就准备交给女友来进行打扫 两人合力将车给推到了室外 女友就换上了防护服开始打扫 皮克则来到超市买了全新的皮带与绿心 随后又来到户外垃圾堆中寻找车胎 据皮克所说这些车胎虽然堆放在户外 但还是能继续使用的 于是经过精挑细选 最终挑选了几个尺寸相同的车胎带回了家 而家中打扫清洁的女友 已经被车内气味熏得无法言语了 不过女友也算是将车内给大致整备了出来 另外皮克经过熬夜整备 将车窗玻璃的升降也修复如初 随后还将整车的车窗玻璃清洗了一遍 可能会有很多宝子会觉得 修复这种老爷车不会带来多大的价值 那你们可大错特错了 像现在这台林肯大陆皮克已找好了买家 到时候会直接转手卖出 视频结尾大家就知道了 由于逃回了各类配件 皮克也是赶紧将各类配件进行装车 如机油滤芯 还有这些捡回的车胎 皮克都准备加班将其安装上车 毕竟离约定的交车时间越来越近了 而今晚的加班也随着机油的添加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皮克就早早来到车间 将车从车间内开了出来 准备到户外开扣的场地试驾以外 这也是皮克唯一一次驾驶这台林肯大陆 也将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皮克今天会将这台林肯大陆交给他的新主 只见皮克在田野里试完的不亦乐乎 完了整整一天后 才将林肯大陆再次装上拖车 然后连夜将其送去给他的新主 就是眼前这位巴巡老人 老爷子也是一位爱车之人 在网上看见皮克发出的视频后 就第一时间联系了皮克 拍下了这台严重秀实的林肯 老爷子自己也有一个维修车间 这辆充满金属元素的汽车 就是出自老爷子的手中 从车辆的整体构造不难看出 老爷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师 相信林肯大陆会在老爷子的手中 再次焕发新生 好了今天这台林肯大陆 也就到此结束 铁子们对此有啥不一样的见解吗 可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